我們這組做的這個房子的名字叫做萬能漂流屋 那它是用各式各樣的東西做成的 這個可以讓它飄起來的就是保麗龍 然後讓它能飄在水上 然後我們房子的主體是用那個水鋪盤做的 然後有兩層 然後我們這邊有一個超大的漁網 可以捕這裡的魚 然後我們就可以吃這個魚 然後我們有種一些蔬菜 這樣就可以吃這些好吃的蔬菜了 然後我們這邊有做這個過濾器 就是可以抽海水然後過濾就可以喝了 然後這個望遠鏡是因為在海上就是你在漂流 然後就比較沒有那種光害 然後天空就比較暗 然後可以觀察到比較多的星星啊 然後也可以觀察到月亮 我們這邊還有一個桌子 可以記錄到你觀察的東西 這個是 然後這是公雞 這是母雞的小雞 它就是一個家族 然後它們肥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這樣 然後把它殺了然後我們就可以吃它 然後這裡有花花草草 是在那個學校草場看到很漂亮的花花草草 然後拿來用 然後如果你心情不好之後 然後在海上只有我們三個和無聊 又沒有人可以跟你抒發情去聊天的時候 就可以看一下這些漂亮的花花草草 那你自己的心情變得比較好 然後我們一個廚房 可以在這裡煮飯 然後這樣就如何讓自己的肚子很餓 然後我們上面有蓋太陽能板 就是太陽能板在學校的風雨球場的屋頂上拿來的 然後這個太陽能板 能讓裡面就有電燈亮起來 這個電燈亮起來 然後這裡有一個風雨 車可以這樣子 然後就有電燈 推動然後就有電 那你可以讓你的電燈 然後這個亮起來 然後運作 然後這邊有一個人 然後再釣魚 因為釣魚就可以吃到很多的魚 這樣就不會餓 然後這邊一個廁所 就是因為我們不可以尿尿在海水 這樣很沒有衛生 很不乾淨 所以我們就做一個這個廁所 然後也可以濕澡 因為不然如果不濕澡 身上就臭臭了 不乾淨 所以我們就有開個廁所 然後 這邊有張床子 這是大床 然後我們就可以摔在這裡 讓自己休息 然後這個樓梯是用木頭做成的 然後我們 這是雞蛋 這是母雞嘛 會下蛋 所以我們也可以吃雞蛋 然後這裡有一個套檯 這個套檯 所以放那種 有那種大魚 然後他不怕他的風景味 所以就該給套檯 然後這個人是在欣賞風景 因為那個 在那個台上啊 風景很漂亮 所以我們就可以欣賞風景了 然後 這次我們釣到魚 然後就可以吃這個好吃的魚 然後我們的報告介紹結束了 大家有什麼問題想問嗎 很好 你那個廁所 就是你說不要緊張要在那個 海裡 海裡 廁所 我要排去哪裡 欸 你要排這兩個都排到海裡了 恭喜 好 對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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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去 這是一個 過濾 可以 儲存然後 過濾 過濾 可以換的時候 還是你要這樣回亮 可以亮 對 我選擇 還用錢嗎 可以 這邊有一過濾器嗎 我們先過濾 然後我們就可以這樣喝 因為如果到時候真的沒水 我每次要喝自己的 廟 所以我們就是可以過濾一下 然後 你們做這個房子 大概說 應該 偶爾 有些地方人氣要請 對不對 對 要請 那你那個泡材 拿來個經費 買啊 我們可以 你拿來的經費去買 不然你 我們可以 平常 這個是在台上 然後我們家還沒在台上 我們就可以進去抓一隻錢 然後去 再一個套材 你說空可以套 我還能力 可是你 那個套材 你覺得 你是小包材 小包材 小包材 更大 小包材 跟人一樣大 比人還大 就是 把他放在那裡 畫大一點 不然會看不清楚 對 謝謝 那你的 植物會不會直接潛持 蛤 你的植物會不會 蛤 是 蛤 蛤 我們這裡有一個 white ья 那麼 這裡 這裡 這邊有放一個 保利 這裡呢 海溫從旁邊壓倒 這是什麼? 這邊的... 這邊的火力龍 旁邊有一個圍起來的東西 讓排水比較不容易打進去 欸?怎麼是? 這個...這個插頭 對啊 那怎麼穿起來? 這邊有一個插頭 我不會... 你的牆壁是用什麼概念? 牆壁... 牆壁我們是用木頭 我們是用水鋪滿 就是中間空的地方 把它當作一個方式的豬蹄 啊你們看望遠鏡怎麼看成這樣? 不是用那個? 它不是已經被封起來了 怎麼看那個? 你們要看的時候那個... 這個可以...要看的時候就可以打開 比較方便 我幫你打開 這邊可以打開 喔...高跟鏡子打開 不動 那個...你們這個... 大概多大喔 這個房子 這個房子大概多大喔 比較多大喔 對... 大概是學校的... 我們三分之一 學校有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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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找了那個保麗龍 就是我... 在找一個海邊 海邊然後或是有些人家會丟棄保麗龍 海邊還要把他拼起來 他就拼起來 要如何也不夠 那你教訓嗎 我教訓就那麼高 密碼就是我浮現 這裡有一個可以 你在搶避 現在那個外面的新科技碼頭一次做這樣 對啊 非常好 我們大家 我們的報告結束了 謝謝大家